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来看看过去这一个周末 朋友们都给我们留了什么言 来看看第一个朋友 他说 不过建议在视频当中不要讲太多的广告 建议在视频下面留下广告的链接 因为一种产品过一阶段可能就改变了 而你们的视频很有保存价值 即便是过了一个阶段之后 那把广告放在下面有另外一个好处 如果过一个阶段产品改变了 你们只要改下下面的链接就好了 通过你们的视频仍然能够帮助下面的广告 非常感谢他的建议 对 广告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其实我们也在想个办法 就是平衡广告跟节目之间的这个 对 那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我们后面没有大教会的支持 也没有一个大的组织支持 我们全部的钱全部都是靠各位观众 就是来支持我们 对 然后还有我们广告的收入 所以我们是没有特别固定的 然后有那个后面有什么一个集团来支持我们 其实是没有 所以这个广告来讲 就对我们的事工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大概想了半天 而且我们的广告 说实话就是来找我们打广告的 都是很好的保守派的级服的故事 那最主要我们也想要把这些广告听起来就是 像我们的风格 不要像就是很generic的那种广告的那个方式 然后我们就会在用我们新闻片段的时候 然后就是把东西插进去 然后就是让大家感觉就是 哈哈哈哈怎么会这个样子讲那种感觉 对 所以我们是尽量做到比较好一些 通常就是广告对我们来讲也算是另一类的娱乐的这个方式吧 因为我们会尽量做的更好笑一些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朋友留言 那要我们广告减少的话 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加入我们的Coffee会员 对 如果说我们的Coffee会员达到了一定程度了之后 然后我们不需要靠广告的收入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那么我们就或许就不需要去接广告了 是 因为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还是在赔钱 嗯 每个月都是从自己的腰包里面拿出来 然后我们就是只拿房租而已 所以说广告现在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能接多少就接多少 因为我们要维持这个公司的这个运营 对 所以说如果各位想要帮助我们的话 第一个可以帮我们介绍广告 或者说你是个老板然后你想要你的产品promote的话 欢迎跟我们联络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加入我们Coffee的会员 我们很快我们已经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会员的perk 就是我们有给会员的专属礼品 然后我们已经准备了 然后应该不久之后就跟大家来见面 到时候再来跟大家说 对对对 OK好下面一题 Elaine Chang 我们的教会牧师自己打了 说只因为政府教我们打便决意不打非圣经教导 但强迫打未经长期研究的针也不对 强迫打啥针都不对 强迫做什么都不太对 都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很多教会里面的问题是这样的 对就说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对的你们就必须得是对 然后他会那个莫名其妙的找出一些圣经的章节 然后来为自己辩护 而且顺带骂人的这种行为 就是去要求别人一定要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非常多的这个样子的牧师 特别是华人的牧师 加拿大还有那个我打个比方 例如像台湾很多教会是支持同性典的 对 然后像路德会的那个变性人 他自己就是主教 对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一个人的想法而去做这些事情 是 那么打疫苗这个东西呢 的确圣经上面的确有跟我们讲说 我们要遵守掌权者的法律 然后就算这些法律不合理不正义 我们也要去遵守它 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神给的 但是神也有跟我们讲说 我们要爱我们的神然后要尊重我们的神高过于任何一个掌权者 那这个就包括教会里面的牧师还有现在在我们政府里面工作的 然后给我们这些规定的人 那他们做的事情呢 他们就是想要控制你人生你的生活 那 那疫苗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第一个这个疫苗真的出来时间太短 而且我们看到负重用也太大吧 太多人打了疫苗之后出现各种比如像死亡啊 然后血栓啊 然后大人小孩都有啊都会有这些情况 然后心肌炎啊等等等等 你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可怕 对然后打完了之后昏倒啊或什么你说什么 那就跟流感疫苗一样啊 流感疫苗很少打了就是直接当场昏倒了 对 而且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太不确定了 所以说打不打是你自己的自由 但是如果教会用神的方式去讲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行为我个人认为 就是非常错误的行为不用你个人认为 我觉得所有的人用圣经的话语替自己来辩护 就认为说我的想法一定是符合圣经教导的 但是其实不是 这种方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尊重神的一个行为 如果要说就是认为自己根本就是对的 拿一些圣经上节来出来什么怎么怎么样的 那这个这个行为实在是让我非常难以接受了 永远不要自以为意 我觉得是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的东西 然后你如果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的话 请你要去改变 如果你是一个牧师的话 你长有大量的权力 或者你是执事会的话 或者你是长老会的话 那你有这个义务要保护每个人选择的自由 而不是叫别人去完全听你的 对那他们这个有些人就说了 那圣经里面也没说共产党不对啊 好来我们看下一题 我个人猜测如果新变种被证明 死亡率极低 那么疫情就会被宣告结束 我觉得疫情宣布宣告结束 是他们那些人合计合计说 我们要不要来宣告结束 他们想什么时候宣告结束 他们就宣告结束 他们不想宣告结束 你这个东西可以永远与我们共存 那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他们要是某个天就说 疫情结束了 之后还是会有人继续得到新冠肺炎 但是你的检测出来结果就告诉说 你得感冒了 他不会告诉你说你是新冠肺炎了 我完全同意你讲的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被证明死亡率极低了 对啊 没有人死亡 现在好像是56个国家 还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多了 反正蛮多的啊 对 然后呢 没有任何一个死亡 就连Delta也都没死人了 不是吗 普通的新冠肺炎也没死人了 但是死亡人的数字还是继续往上走 你听Dr.Felch讲还是一直在死人 说好可怕好可怕啊 对 这人怎么全部都死了 死了一大堆啊什么什么的 对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的确每天都有人在死 对的确 因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对那你只要把这些死掉的人全部都堆在那个新冠肺炎上面 那么死亡数字就会一直在往上走 对 那这个疫情会不会结束 这个疫情不太可能会结束 因为这是一个政府想要去彻底的控制人民的一个方式 那么好不容易有这个理由 而且你只要不同意 他就说这是科学说的 嗯 This is science 你不相信我的话 你就是anti-science 我那天听到了一个说法 他说 人为什么讨厌基督教 人为什么讨厌圣经 像说为什么我们的节目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们讲政治讲的很好 但是你把宗教放在里面的话 就会就会让人觉得说 你讲政治就讲政治啊 你讲宗教干什么 对 然后呢 或者是你讲宗教就讲宗教 你讲政治干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宗教的话是神说的 然后你不能去改变神说的东西 然后神说的话你是一定要遵守的 那么现在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 Science就是神的话 这是他们的宗教 就是你不能违背科学说的话 你如果违背科学说的话 你就是一个没念过书的人 然后你是个自以为是的人 但是这个东西是他们可以改变的 因为没有一个造物主 然后写了一本书说 这个东西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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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科学是可以改变的 当科学是可以改变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当神了 这就是他们一直在想要推行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所有的政府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么疫情会不会结束 这个疫情或许永远不会结束 这个病毒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个病毒 永远不会消失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疫情也是有好处了 让大家学到了很多清洁方面的 大家更注意卫生了 对吧 回家来勤洗手 不要不洗手去抓东西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卫生尝试 那大家是要继续保持下去 还有一个就是不需要过度的害怕 我有看到很多华人的微信公众号 就在发说好可怕 Omicron什么进到什么水的系统里了 那个水一拿起来都检测有病毒 哎呦我的天呐 哎呦我的天呐 这出来那个症状比感冒还不如 所以大家真的不需要害怕 就是每天什么呢 有些固定的时间去锻炼 不要吃完了就躺 躺完了就睡 那肯定不行啊 那不得病都躺 躺都躺出病来了 对 每天固定有一些时间 吃的健康 然后早睡早起 再加上运动 那身体就一定健康棒棒的 然后再每天再祷告 让神来保护 这就是一定是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过于担心 特别过于害怕 因为很多时候心理因素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很多人都说 因为心理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人就哎呀 我不行了 我被击垮了 我撑住了 自己给自己给吓着了 所以神说什么呢 说喜乐的心是良药 感谢赞美主 喜乐的心是良药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呢 还是给大家推出 非常非常棒的 神奇穿播 给我们大家带来的 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的年代 看一看当时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都是怎么为中国人民付出的 他们都到底做了哪一些事 来让中国的人民 可以体会到神对他们的爱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伊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小顺子 快关门 出乱子了 那些人就快到这里了 您说的那些人是谁啊 他们是义和团的人 非常痛恨洋人 只要一遇到洋人 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让我偷偷看一下 他们长什么样子 哇 好可怕 他们全部都带着刀 面露凶光 杀气腾腾的 好可怕啊 掌柜的 快来看 有一个年轻女子被绑在驢车上 她是什么人呢 信杨娇的人成二毛子 她会被砍头吗 当然了 可是她怎么一点都不怕 她的脸上放着光芒 口里还唱着歌呢 听说杨娇给人吃一种迷药 没想到死到临头 她还笑得出来 真稀奇啊 嗯 吃民药 看起来不太像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欢迎你来听福音 请问你们有什么仙丹 让人吃了不怕死啊 我们没有什么仙丹给人吃 只传耶稣是真神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所以基督徒不怕死 难怪 去年我看见一位年轻女子 被拳匪抓去砍头 一点都不害怕 她脸上放着光芒 嘴里还唱着歌呢 因她要回天堂 去见主耶稣了 享受永恒的福气 那真是好的无比 你如果愿意相信主耶稣 也能得着同样的福气 哦 耶稣是那么好的真神 我也要相信他 根据维基百科网记载 义和团开始以 福清秘阳为口号 大举进京进王 到处杀害外国人及教徒 烧教堂 拆电线 回铁路 并攻进天津租界 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 但未获响应 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 据统计 共有241名外国人 2万多名中国信徒 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虽然义和团杀了许多中国信徒 和外国传教士 却让更多的中国人遇见了真神 这位小顺子相信了主耶稣 多年后 在大连开了一间旅馆 热心地传扬 主耶稣将士救人的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